刘弗玲八岁登基,在位十三年,仅二十一岁时就英年早逝 按理来说,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应该不会太高 可是这位年轻的皇帝却肩负起了西汉发展的大业 延续了汉朝的国作 历史上,真正的刘弗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又拥有怎样的传奇事迹呢 刘弗玲的母亲是勾异夫人 汉武帝在外巡视的时候,见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女人 虽说这个女人生得貌美 但是自打她出生开始,她的拳头便一直握着 听说了女人的身世之后 汉武帝赶紧把她叫到了身前,查看她的拳头 令人没想到的是,汉武帝一抚摸该女子的手 该女子的拳头便展开了 看着女子打开的拳头,汉武帝开心不已 直接将这个女人带回了宫中,并将她封为了结余 翻开史书,我们不难发现 汉武帝是非常喜欢勾异夫人的 勾异夫人进宫后没过多久,她便怀了孕 正常情况下来讲,女子都是十月怀胎生子的 可是勾异夫人却整整怀孕怀了十四个月 才把刘弗玲给生下来 传说古代的贤能皇帝姚 就是母亲怀胎十四月生下的孩子 因此有了这个传说加持 刘弗玲的身世也愈发传奇了起来 刘弗玲出世之后,汉武帝大喜 当即就把勾异夫人的所住的寝宫大门,命名为了姚母门 大友将刘弗玲视为姚帝转世的意思 正是因为汉武帝宠爱年幼的刘弗玲 所以太子刘居的地位也产生了动摇 随着刘弗玲一天一天长大,太子刘居也愈发恐慌了起来 后来刘居因为巫蛊之祸失去了太子之位 太子之名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幼子刘弗玲的身上 勾异夫人还没来得及为此事而感到高兴 便引来了杀身之祸 刘弗玲是一位非常传奇的皇帝 她的母亲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勾异夫人 为了让她坐稳皇帝之位 汉武帝甚至不惜杀死了刘弗玲的母亲 那刘弗玲登基后究竟做了什么呢 古代皇帝是非常看重皇权皇位的 汉武帝非常想立刘弗玲为太子 让他继承大统 可是汉武帝重病的时候 刘弗玲的年纪还很小 汉武帝很担心会发生主少国仪 女人善权的事情 所以临去世之前 他下令杀死了勾异夫人 汉武帝去世后 刘弗玲登基成为了西汉的第八位皇帝 虽然说刘弗玲登基的时候只有八岁 但是他的能力却是可缺可点的 刘弗玲在位的时候 基本贯彻了汉武帝的政治主张 他不仅继续实行起了休养生息的政策 减轻了百姓的赋税摇曳 而且还起到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 带头种起了田 直到临去世时 刘弗玲还专门下了一封诏书 重申天下要以农丧为第一要务 刘弗玲接受皇位的时候 西汉已经不像表面上那么风光了 为了发展国家经济恢复农业生产 刘弗玲下诏免除了所有农民的田租 并召开了一次大型的经济讨论会 盐铁会议 极大程度的节省了朝廷的财政开支 经过刘弗玲到这里 西汉又出现了一个中心的局面 刘弗玲和清朝的千古一帝康熙一样 都是八岁登基的 他登基之后任用忠诚霍光 开创了中心的局面 成为了千古留民的人均 他在位期间 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上 进行了多项改革 在军事方面 他任用强将 加强了北边的树房 平定了西南的叛乱 在经济方面 他采纳贤良文学的意见 废除了科捐杂税 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 在外交方面 他采用了因地制宜的方式 一边加强北边的树房 一边又积极地和匈奴和清 改善了双方的关系 在文化上 他把汉武帝时期出现的太学 发扬光大 给许多出身下层的有诗之士 提供了入朝做官的机会 身为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少年 刘福林能够立下如此之多的政绩 最要感谢的便是 一直在扶持他的大臣霍光了 在刘福林很小的时候 阿异长公主、上官杰、桑红阳等人 勾结在一起 开始污蔑起了大臣霍光 并企图篡夺地位 这些大臣为了拉霍光下马 编排了许多子虚无有的事情 难得的是年少的刘福林 居然一眼看出了大臣们的阴谋诡计 给予了霍光极大的信任 在他和霍光的共同努力下 处死了乱臣贼子 平定了内乱 这是因为在这次内乱中 霍光保住了刘福林的地位 所以刘福林也愈发信任起了霍光 给予了他许多权力 随着刘福林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霍光也成为了西汉的实际掌权者 在他的经营下 朝廷内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 势力庞大的祸家关系网 霍光秉证前后13年间 他也真正实现了他的政治梦想 使天下出现了百姓充实 四夷兵斧的局面 可惜的是 这样一位少年有成的皇帝 在21岁的时候 就在长安为殃功驾崩了 他去世之后 人们将他葬在了平陵 刘福林八岁登基 十四岁亲政 一生都在为西汉着想 为百姓着想 他这一生 表现出了不俗的胸怀 和过人的才能 最后他也因操劳过度 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他这一生无愧百姓 无愧西汉 但唯独辜负了自己